欢迎回到美洲360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看上个星期发生了什么重点事情 在新闻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第一个新闻就是Neta汽车 也就是哪吒在马来西亚的工厂正式开工 预计会在2025年投产 那么哪吒汽车Neta在中国是一个新势力品牌 主打低价跟着一个可负担的电动车 那么其实这个品牌呢 在中国在泰国它的销售成绩也很好 它在泰国更是泰国全使命的汽车平台 以一个全新的电动车来讲这个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 而且呢相比起其他中国的新势力呢 Neta汽车呢更为注重海外市场 目前呢他们除了在中国以外 已经在泰国跟印尼开工建设他们的新工厂 而马来西亚的工厂是他们的第三家海外工厂 而他们在本地的合作伙伴就是Go Auto 相信大家也很熟悉Go Auto啦 Go Auto就是之前哈巴的合作伙伴 而他们的新工厂呢是位于深美兰州 预计会在2025年的第一季生产 除了这个NetaV也就是这个小型的这个Crossover之外呢 预计这个Neta GT也会在这个工厂里面生产 而在CKD之后呢 他们的价格有望进一步降低 目前的NetaV呢在马来西亚 售价大概是10万令吉左右 它在未来呢可能会成为马来西亚最便宜的电动车 不过实际上它目前已经是啦 那么大家对这个哪吒汽车有什么看法呢 第二则新闻还是跟中国的电动车有关 那就是在中国销售榜排名第三的 Ian汽车呢确定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那么Ian Ion呢它在中国是一个快速崛起的电动车品牌 它的母公司呢是这个GAC 有就是广汽 大家熟悉的广汽传奇啦 那么他们在之前呢 刚刚任命了这个瓦利桑丹中 成为他们在马来西亚去的代理 那么瓦利桑丹中呢 除了GAC品牌的车款之外呢 他们也会销售这个Ion品牌的新车 而在不久前呢 就有网民目击到Ion S Plus呢 正在马来西亚进行测试 相信就是为了未来登陆马来西亚市场 那么我们在这边就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这个Ion S Plus的这个规格表啦 它是属于C-Segment的Sedan车型 它配备了两种电池组 续航分别是510公里跟610公里 所以大马力表现达到了201HP 可以在6秒完成0到100的加速 不过它只有前轮驱动 你单单看这个数据呢 你会觉得好像还好是不是 但是呢 它在中国的售价是非常便宜的 加上目前马来西亚政府呢 对于这个电动车是有一个免税的政策 所以我们相信呢 这个Ion S Plus呢 如果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话 可能会成为这个电动车的搅局者 因为毕竟它在中国的表现也非常出色的 所以我个人也是蛮期待这款车进来马来西亚市场 你怎样看这个Ion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第三则新闻是关于本地市场的 也就是HONDA CR-V的RX版本呢 正式公布价格 它的售价低过20万令吉 其实在之前这个HONDA CR-V的发布会上面呢 原厂公布的它会有4款车型 但是当时只公布了3款涡轮增压的车型的价格 那么RX的版本呢原厂表示会在2024年再公布 那么在不久前呢 原厂也公布了这个CR-V RX-EHEV的价格 它的价格是195,900令吉 低过20万令吉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小禁忌啦 那么呢 这款车型跟Turbo车型相比呢 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么就是它采用了这个全新开发的2.0公升EHEV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184PS 峰值能力表现335Nm 所以呢 它可以提供比这个涡轮版本更强的动力表现 除此之外呢 它的油耗也更低 大概是4公升100公里左右 但是马来西亚版本呢 则提供了前轮驱动车型 而除了引擎的动力之外呢 RX版本也还有一个更运动化的外观设计 它的配备部分也会跟这个涡轮增压车管车有所不一样啦 那么这个价位的话各位会选择它嘛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第四则新闻就是Toyota GR Yaris 推出的自排版本 GR Yaris 作为这个WRC的参赛车辆呢 它的市售版本一直以来都只有六数手牌可以选择 而在最近的东京改装车展上面呢 原厂就推出了这一个叫做EVOLT的车型 也就是进化 那么它进化在哪里呢 首先原厂针对它原本的1.6公升引擎进行了硬件加强 所以它的最大马力表现从原本的272PS提升到了304PS 风车辆率表现从370Nm提升到了400Nm 除此之外呢原厂也为它增加了一个叫做DAT的全新八速自排变速箱 听好哦它是八速自排变速箱并不是双拟合器变速箱 原厂表示呢这个变速箱可以提供比双拟合器变速箱更快的换挡 而且也非常的轻量化 因为这个自排车型对比手排车型呢 竟然只重了40公斤而已 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举动 而最近呢也有海外媒体进行了测试 在实际的测试中呢 这个手排版本的0到100加速呢 为5.06秒 那么自排的版本加速为5.1秒 这两者已经是非常接近了 而且如果你在进行这个0到400米 也就是Dreadless加速的时候呢 自排版本更是胜过手排版本 所以可以看出这个DAT变速箱确实是非常的强 不过这个DAT变速箱只会专属于运动车款 例如讲未来的GR Corolla 或者是未来的其他GR车型 一般的车型上面 我们应该是不会看到这个8速的自排变速箱的 那么各位对于一款运动车型采用自排变速箱 有什么看法呢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变速箱呢 可以让一些可能不是那么擅长操控手排的朋友呢 也享受到驾驶的趣 你怎么看 最后一则的新闻呢 就是DASU跟TOYOTA呢 正在开发全新一代的1.0公升涡轮增加引擎 预计未来会在MYV还有VIOX上面使用 那么一直以来呢 在VIOX跟MYV上面使用的1.5公升自然进行引擎 大家都讲 那就引擎有一点老啊 其实确实也没有错啦 它首先发布是在2008年 然后在2016年之后 开始使用在其他的TOYOTA跟PRO DUO车款上面 确实有一段时间了 他们的车款表现都不错 但是就是这个引擎的动力稍微弱了一点点 而且加上呢 现在原厂已经开始全面转用DNGA的平台 虽然讲这个旧引擎可以兼容这个新平台 但是怎样都还是有一点点突兀的感觉 所以原厂已经在加速开发全新一代的这个涡轮增加引擎 根据日本媒体的消息呢 这个1.0的涡轮增加引擎跟现在ATIVA用的引擎有什么差别 首先呢就是它导入了缸内支盆技术 让它的马力更高油耗更低 根据日本媒体预测呢 这个全新的1.0公升TGDI引擎呢 最大马力表现可以达到110PS 风车扭力表现200Nm 你可能觉得马力不算太高 但是考虑到它的扭力达到了200Nm 而且它是涡轮增加引擎 因此呢这一款车的加速表现应该还不错 而根据日本媒体表示呢 这个全新的引擎呢 会率先使用在2024年秋季发布的Toyota Park Soul上面 我们预测呢 在未来Toyota Vios的小改款 跟2025年ProDuo Myvi的大改款上面呢 也会采用这个引擎啦 毕竟这两个品牌对于原厂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你觉得我们会在Myvi上面看到全新的涡轮引擎吗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每周360的内容 哪一个新闻最吸引到你 如果真的有吸引到你的话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